環境資訊中心這次配合日本的防蓋專題 要來開箱日本的防蓋食品 然後這次開箱有兩個 然後都是可以保存7年的 這兩個防蓋食品都是比較強調說 就是它可以順便吸收到水分 就是假設你真的是沒有水 然後你吃的都是可以補充一點水分 欸 有點隔欸 哇 來 先這樣 先這樣 這還行 好像還多一點 沒有沒有沒有 太多了 哇 太多了吧 你會發生什麼事 職場霸凌 其實這個有點像漏洞 對 我剛剛也覺得有點像南部中 咖哩味其實沒有聞起來的那麼重 吃得到玉米的口感 不會到很難吃 就是是可以入口的 我覺得還不錯 夭壽碗雞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吃軟軟的飯 而且咖哩味淡淡的然後 飯雖然碎碎的 可是口感我覺得還蠻能接受的 我覺得有水分這一點不錯 好 3 2 1 6分 同樣那一包吧 10分 我自己平常會買來吃嗎 10分 你平常會買來吃的話 其實跟想像中的骨骼食品 其實算是好吃的人 接下來開箱第二包 喔喔喔這個醬 喔喔喔喔 哇 它賣相比咖哩好 蠻油的 可能比較利於寶車 是好吃的嗎 我覺得這比咖哩就棒好吃 很甜欸 真的很甜 真的很甜 然後我覺得油的口感蠻明顯 好 3 2 1 8分 喔喔喔喔 有吃一桶 8分 結論是真的有點貴 所以客家小便會自己攜帶 防災食品 不會去選擇這個 比較味噌噌一點的 比如說防災產業協會 他們有提醒說 就是其實防災包也是每天的 日常的工具包 所以就是 可以在公園服務的時候 就是很愛買一些飲食之類的 順便就替換 防災的食品 我想到就是 雖然說它比較貴 但它其實會相較其他貫通 因為它更有激烈性 就是 西大 對好 在外皮的那邊壓爆 就是比玻璃跟野外保 很適合 很適合 好 今天的開箱 防災食品就到這裡了 你會願意購買這兩個 防災食品嗎 可以幫助我們 OK